福蒙特州在经历了连续两天的暴雨后 多地路得高达9英寸的降雨量 正在立陶宛出席北约峰会的拜登总统 宣布福蒙特州进入紧急状态 并授权联邦紧急救援 好消息是周三洪水的水位在逐渐下降 福蒙特州洪水重灾区首辅蒙特佩利尔 正在处于恢复阶段 工人开始清除市中心街道上的泥浆和碎片 市政官员表示 此前一度水位高级的赖茨维尔大坝 水位估计不会突破警戒线 根据感测器 穿过蒙特佩利尔的威努基斯河 从周二早上超过21英尺的高度 下降到周三中午的大约11.6英尺 仍然远远高于大约7英尺的正常水平 根据AccuWeather预报 本周晚些时候到下周 至少三轮倾盆大雨和雷暴 可能会从阿巴拉西亚山脉中部 缓慢延伸到大西洋中部海岸和新英格兰 第一波预计在周四到周五 第二波预计在周六周日 另一波可能会在下周一和周二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柯婷婷纽约报道